证券时报一公私讯 11月25日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负责同志及有关处事同志 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进行了工作会上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首先从生产、进出口、价格、成本、效益等方面 对2019年以来钢铁行业运行情况进行了介绍 分析了钢铁行业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与会四方重点围绕钢铁行业产能置换 错峰生产等工作进行了交流和探讨